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头昏 她二昏 她年近花甲 她才四十出头 她本想重找一份安定 对她不计回报的付出 却没想到掉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 财产不断遭受损失 所有生活开支及费用 共计三十万元 2009年付房子定金借二十万元 开茶叶店借六十三万二千元 一批批借款数额惊人 今天她最主要的诉求 就是把钱要回来 之前欠我的钱 说答应要还我 有两百万吗 现在不可能 等我妈死了以后 我肯定帮你写上去 可是令人不解的是 她对眼前的这个男人 似乎依然恋恋不舍 这段复杂的感情 走到这般尴尬的境地 究竟错在何方 你与刘女士而言 你与妻子而言 你就是一个黑洞 你宁愿去忍受婚姻里 种种的不如意和不平等 你都不愿意去面对 这样所谓的失败 心理咨询师沈山 精心准备的互动 能够让刘女士和周先生 看清这段感情的本质吗 你愿意针着她走 这是你的答案是吗 失望 痛心 却又难以割舍 刘女士对周先生 最终将做出怎样的抉择 一起走进金牌调解 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 胡建云 胡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是一对夫妻 刘女士和周先生 两位今天来到金牌调解 要解决什么问题 刘女士先说 这是怎么了 被警察 本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 这个让我们怀疑 你今天的问题 跟这个周先生有关系吗 是的 是他伤了你的心 是的 最需要解决的 你们之间的问题是什么 之前欠我的钱 说答应要还我 多少钱 如果算利息的话 有两百万吗 没算利息的话 差不多七八十万 那你今天来着 你是要跟他算清楚 这笔经济账吗 是的 肯定是没这么多 他这个数字是把 我问他借的 包括我们俩的 生活当中的所有费用 通通通加起来 我问他借的 大概二十五万左右吧 这是本金 对 就除了说你希望 把这笔钱要回来之外 在感情上面 有没有什么要理清的 因为我百分之百的付出 我在想他 肯定也会对我好 现在感觉就是别欺骗 一开场 刘女士便哽咽到难以言语 周先生的暖心之举 让主持人一度怀疑 他们是否是矛盾的对立方 周先生一口否定了 对刘女士的感情存在欺骗 看得出来 他对刘女士用情置身 可是爱 为什么会变成伤害呢 那么多的借款 又是从何而来 刘女士的心 是怎样一步步变凉的 我们之前认识的 时间蛮久的 然后双方家长见面 是15年的300年 双方都可以的 那么我爸这边呢 说病例嘛 就是20万 这边婆婆家也是愿意的 都答应的 然后后面一直到现在没有 没问过吗 为什么不给啊 有时候房子那边还没卖掉 是要卖掉房子 才能给得起这个病例 对 春节的时候吧 他父亲跟他弟弟到上海来玩 到了晚上啊 我就提出来 既然都到上海来了 那么第二天到我家去坐坐 他们也答应了 第二天就去了 我老婆跟我说 他们那边要去见面礼 我就问他了 要多少 他说 差不多5000吧 跟我父母说了这个事以后 吃饭的时候就给了他父亲5000 吃完 我安排他们住旅馆 他弟弟就跑过来了 他说他父亲不明白 这个5000块钱什么意思 我说是见面礼 他说见面礼也太多了 后来他父亲就说了 他这次也不是特意到我家来的 按照他们这个习俗呢 女方要到男家去看家的 看家嘛 他说要有看家费 他说两万 回去就跟我父母说了 需要这个钱 第二天中午嘛 在一起吃个饭 把这个钱再给了 那怎么又出了个20万的聘礼呢 后来在饭桌上 说起来要有聘礼 按照现在的目前的行情 差不多就20万 谁提出来的 因为算我自己提的吧 这些之前你也没有跟周先生沟通过 我有一时跟他讲 他也知道我们那边的习俗是怎样的 当初也是答应下来了 后来因为我这拿了这个钱去其他方面投资了 所以就一直拖到现在 双方都非常愉快地答应 还是对这个20万的聘礼是有想法的 总归有点想法 因为我们那边没有这种聘礼 说父母这边呢 他们是有点想法 2015年就答应好的聘礼 因为周先生投资失败 一直没有兑现 刘女士很懂事的 没有去计较 反而慷慨解囊 承担了双方生活的一切费用 你们生活在一起的开支都是你出吗 所以有一切开支 所以有一切费用都是的 甚至周先生家里买房 也让刘女士出了一笔不小的资金 要套房是这样子的 他说要订金 订金交了两次三万 但是他说差钱我也没问 我那我有我就拿出来了 问你拿的钱 对 那个房跟你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的 那时候我就想还的都一家了 没去想太多 后面这个房子你还出了钱吗 有 专修拿的 那时候我是没钱的 他知道我就去借了 就五万六 他也知道的 这个钱谁还的呢 我自己还的 不是帮他们借的吗 都是我自己还的 这个房子总共多少钱呢 我问一下 申请下来的经济房 不知道几十万 装修买房你就帮他们家付掉了一十多万 对 这都是你心甘情愿做的 只要他说我都 我都自己会放在心上 为什么 我想他好 他好我就会好 我就这么想 不是 包括后面五万 十一万都不是用在房子上 朋友一起开公司做补装嘛 也亏了很多钱 这其中这六万 是问别人借的 也快要到期了 要还钱了 正好当时也在弄这个经济使用法 所以就 我也不好意思问他开口 就是要来填补我这个窟窿嘛 当时就说了 以房子的名义 要了两次 我分别还给两个人的嘛 一十三万 一十三万 刘女士你知道吗 他这个钱其实没有用在房子上面 不知道 我一直到现在也不知道 我没告诉他这个 很抓换 不敢相信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 我亏了太多次了 他各项投资 我都有出过钱 服装啊 还有裁业店啊 他服装店你出了多少钱 三十万吧 在那个中午下来二十万 我妈那里拿的差不多 七八八有十万 身边有那么多钱 就帮他做投资吗 没有 我自己家里用房子 后来又卖掉 卖到有房子一部分 你把你自己名下的房子卖掉了 对 变到这里面来了 对 你在做这一些的时候 你是怎么想的呀 没想太多 我能想的会好吧 我也是抱着那个 能够做起来 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 这个出发点去弄 你的初衷也是好的 但是每一次结果 都不尽如人意 对 我问一下刘女士 如果当时你知道 她以这个买房子的名义 拿你那个钱 就填了别的裤 后面还会继续给她投 那个什么茶叶店啊 其他的生意吗 我就是不相信你 是不是当时你就会 放弃 嗯 买房子出钱 装修出钱 做生意出钱 没有钱给 刘女士就去借 借不到钱 就把自己仅有的房子卖掉 去帮周先生 填补生意上的窟窿 刘女士对周先生的付出 可谓不惜一切 然而 2019年春节 她意外听到了一个消息 直接让她原地爆炸 19年初一 我在里面除外洗碗 听到她跟那个婶婶说 当初我房子卖掉 是一百一百二房 现在如果过个几年卖 我现在都更多 一百七八十五万 我说听到不对啊 我那不是没卖吗 我心里这么想啊 就说的这个老房子 指的就是当年 说那个聘礼之所以没有给 是因为房子没有卖掉 对对对 是的 有去问一下周先生吗 到底怎么回事啊 有有我去问她的 她说没有 不相信 问我妈去 不相信我听得懂这里的话 我就不相信 后来她告诉我了 她说 15年的 十余月份买掉了 她说 卖了差不多一百二十万吧 2015年就已经把房子 卖了一百二十万 周先生一家 隐瞒刘女士 不给聘礼不说 最让她无法理解的是 婆婆居然故意在她面前 演了一出装穷的戏 我们的调解继续进行 KTV啊 我根本就不同意 她开这个店了 后面我就跟她吵架 也摔了手机的 但是做这个事情 她就定下来了 变了她自己这边筹钱 借了多少钱你知道吗 差不多有二十五万吧 就别人的钱拿了利息 后面她妈妈也跟我这么讲了 说借了钱 你们有钱了就还我 是要你还吗 有这样跟我讲 这个钱一 是周先生投资的 对不对 那结果婆婆帮她借了钱 为什么婆婆不是给周先生打电话 是给你打电话 我不知道 你听到婆婆这么跟你说 你的感觉是什么呀 我不理解啊 所以我问她了 她说你没事 你不要还 我说既然跟我讲了 我说那么我欠钱我肯定要还了 后来这个钱怎么还呢 后来我是支付宝啊 里面做了差不多有三万七吧 然后过年后知道这个事情 她家卖的房子 然后她又把这个钱还给我了 其实呢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前面已经有欺瞒了 再说这个钱 也不是说我妈打电话 跟她说这个钱你要还 也是打电话给她 跟她聊天 但问题心你本来就是个谎言呢 你不说就不是谎言了呀 你是用一个谎言去跟她聊天 不能理解 自己有能力有这个钱 不知道为什么要骗我是借的 还是算利息 我还说我手上有 那时候有十万块钱 我说要不我这边先缓掉吧 你就说在这种情况下 周先生都没有告诉你 他们家是有钱的 你觉得你在他们家算一家人吗 他妈妈对我其实是挺好的 他之前跟我这么讲 那边的房子卖掉 他们地地都不要都给你们 后面我就觉得 我就不敢相信 周先生你们家人那么做 到底是干什么 我真没看明白 我这边掏心掏肺的帮着你 你有钱你不告诉我 还在这里也 这一出一出的 你让人家怎么想 杨律师 你是心疼周先生吗 嗯 为什么 妈 不知道 反正我父母的意思就是 这笔钱用在正当地方吧 别去让花花掉吧 把这个事先瞒一下 是我的主意 我怕是花掉了吗 怕谁花掉 怕我们吗 你到底担心什么 没什么理由 那我问一下刘女士 她说是她的主意 这笔钱拿到以后 瞒着你不告诉你 我也觉得她有男人质疑嘛 应该是妈妈的主意 直到现在 刘女士始终在为周先生找理由 或许是她对周先生爱得太深 也或许是她不愿接受现实 然而摆在眼前的这段欺骗 却是一条实实在在的鸿沟 刘女士无法跨越 周先生一家必须有所交代 当刘女士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时 没想到周家 却连这个儿媳都不想认了 我是正月知道了 然后是三四月混过去 我就了解这个事情 我说 那边她答应我会回呢 会反的 就是马上我去拿个二十万 结果没有拿 现在这个情况 钱也都弄出去了 我说我尽量去外面去凑钱吧 对吧 先给你个二十万吧 钱丑不出来的话 你给个态度吧 然后你名字给我加上去吧 我跟她这样提出她同意的 加了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妈妈这边不同意 因为人家结婚了一年两年 马上就离婚了 就财产分割 我就觉得我们认识也蛮久的 而且你妈妈一直认可 我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一直在付出 你自己心里清楚 妈妈不知道 你知道的呀 我母亲的那个同事 孩子 媳妇刚好是离婚 买了房子半年不到 把这个房子分割 所以她一提出了 再来这个问题 我父母当时就反对 能掌控的话 我是肯定会去帮她办 我也两个人一起 到房管局啊 工程处律师处啊 去执行这个问题 如果要去办的话 就只要我父母签字的嘛 他们不签字就不好办的 后来我过去 有跟她妈妈婚礼 摊牌了 说了这个事情 她说 她们很有欠什么钱啊 我就怪她嘛 我说她当初是 答应我的钱 要还给我 反正卖掉 要办这个婚礼 她妈妈跟我这么讲 我的家务是 这反正卖掉 不关你的事情 那关于婚礼 妈妈怎么说的 她说现在不成 我说既然这样子 你肯定要把这个账 给算清楚 各种签条都有些 这是一个保证书 这也是一个借款 还款计划书和保证书 这一张是个借条 2019年10月出具的 本人指的是男方 在2004年认识的女方 2005年因工作失误 赔偿公司损失 向女方借款人民币 八万七千二百元 2006年到2010年 在某路租房居住 每月租房一千二百元 五年共计七万二千元 所有生活开支及费用 共计三十万元 2009年付房子定金 借二十万元 开茶叶店 借六十三万二千元 2012年房子装修 又借了一十三万四千元 2018年 开KTV 共计十七万元 这个总额有多少 你们算了一下吗 一百多万 将近两百万的样子 对 这一些周先生都认可的吗 这是你签了字 摁了手印的 有这么多吗 加了利息上去的 刘女士自己核算了一下 除去利息的话 本金应该有多少 七八十万 那个借条都是在 开信的时候提起来 写借条 你欠我多少钱 应该还多少利息 我说你还就还 你说多少就多少吧 她拿着计算机 说多少多少 就写上去 刘女士 这些能够给你 带来足够的保障吗 我就要她一个态度吧 这边答应我的名字 加上去 你帮我加上去 现在不可能 等我妈死了以后 我肯定帮你写上去 她到底什么东西 吸引了你 或者说打动了你 让你当初 在她没有钱的情况下 就能嫁给她 你相信她什么 她态度是这样子的 一直都会承认 会说会给你 房给你 就是说 我那边房子卖掉 她有承诺的这个 所以我一直在相信这个 你相信的 其实并不是她的能力 你相信的是 只要那个房子在 我就能够拿到钱 嗯 从结婚到现在 周家那所老房子 就是刘女士的心灵寄托 然而现在 房子没了 钱也没了 刘女士仿佛 整个人的灵魂被抽掉 为何这么 装装件件事实 都没能让刘女士 看清自己的感情 我们的调解团队 将会怎样发生 观察员李小云决定 从刘女士的过去 着手分析 刘女士我想问问 你跟你的家里面 爸爸妈妈 以及兄弟姊妹的 关系好不好 都挺好的 都挺好的 为什么会跟前面的 先生后来 走向了这个离婚 我都不想说对话 那不是 好 有一些东西伤害了你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于这个第二次 再次走入婚姻 自己应该是特别重视的吧 对 对吧 那我想送你一个词 自欺欺人 因为从你的内心来想 不想再面对 第二次婚姻的失败 自己心里接受不了 也怕别人看笑话 因为在这段感情里 我觉得你的心态 没有完全调整好 没有完全摆正 所以在整体的状态里 你会显示出一种 第一价值感 关于这个开KTV 借钱的事情 借钱了之后 婆婆打电话 叫你来还 我们主持人问 为什么她儿子借的钱 她不找她儿子 却要找你来还 你当时的回答是 我不知道啊 其实你真的不知道吗 哪怕我们真的不知道 婆婆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行为 起码我们应该知道 婆婆这么做是不合理的吧 就像你说这么多年 光是欠条上那个数字 我们哪怕是 随便抠出来个十分之一 我觉得那个数字 也挺惊人的 所有的这些不合理性 从你这一句 我不知道啊里面 所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自欺欺人 我看到的全是 你的低价值感 在你的心目中 离开这个男人 没有这段婚姻 意味着另一场失败 而这种失败 你宁愿去忍受婚姻里 种种的不如意和不平等 你都不愿意去面对 这样所谓的失败 可是你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失败 它也许完全不是你的错 为什么要这么费力的 去承担呢 决定自己的路 再把好的坏的结果 都想清楚 然后再做自己的决定 最后说一下周先生 做生意这么多年 激起夫妇 到现在 也没真正成功过 那么咱们有没有想过 这条路走不通 可以换另一条路 为什么非要在 经商的这条路上 死磕到底呢 这样死磕到底 最后的结果 很有可能把这个家 都给磕没了 比方说 我真正的脚踏实地 我从最底层开始做起 安安分分的把日子过好 也比现在负债累累 天天担惊受怕要强 不是吗 我今天想给你二位呢 取一个名字叫做 傻白甜的刘女士 遇上了 金白面的周先生 精明 白吃白用 特别面 咱们今天全场 刘女士呢 都是有气无力 就像人呢 被抽掉的那根骨髓一样 为什么会呈现 这样的状态 恐怕绝不仅仅是因为 你损耗了 那么多的金钱 是因为你发现了 自己的善良 被别人的精明 在算计的时候 被别人在消费的时候 你的万念俱灰 周先生 你一直在利用你妻子 她的这种 无私的奉献 无度的善良 不光是你 还有你的家人 似乎把刘女士 当成了铁款机 你呢 生活费没有着落的时候 包括数度的投资款 欠缺的时候 站出来的 都是刘女士 连你妈妈的 买房子的时候 依然也是第一时间 想到了刘女士 刘女士是怎么做的 她卖掉了自己的房子 甚至她去问 自己的妈妈 去借钱 其实善良 是比聪明更难的 聪明可能是人的天赋 善良 是一种选择 但是如果 处处世事 渐渐 都在用着他人的善良 这个人最终 一定是不聪明的 你数度 去借的款项 包括你自己 基本的生存的费用 都要由他来承担 在你卖完房之后 拿到的房款 真的应该厚道的 主动的 去告知 去还款 所以我想说 周先生 幸亏你还对刘女士 有关爱 否则 你于刘女士而言 你于妻子而言 你就是一个黑洞 在这里 我一定要真心的想 提醒和劝告一下你 我们能不能够 学会去思考一下 为什么在你 所有的投资道路上 十多年来 你是屡败屡战 但是你屡战 依然在屡败呢 为什么不可以 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放在去提升自己的能力上 去调整你的策略 方向上 你如此心安理得的 用着 败着妻子的钱 裹挟住她的人生 她的善良单纯 我们听着都于心不忍 唯有从一次次失败中 看到自己能力不足 提升和突破自我 才能更进一步 接下来 心理咨询师沈山 尝试用一个游戏互动 来帮助厂商的两位 看清这段感情 沈山首先把周先生 请到了厂上 并为他戴上了眼罩 接着 工作人员搬上来 数把椅子 沈山这番安排 有何用意 打个几转转 来 对 也许在你的前面 会有很多的一些障碍 这些障碍的话 相当于 你人生这么多年 你经历的 所有的事业的一种成败 来 你现在自己摸的石头 你过过河 能不能达到河的那一案 你这么多年 你还是同婚 然后就碰到了刘女士 在这样子的一种 生活的境界当中 一分钱没拿回去 自己的事业一塌糊涂 如果你觉得达到了彼岸 你可以示意 你说我已经走到了 如果没有 你还可以继续往前摸索 该走到了吧 自己这样子摸索了这么多年 一事无成 阻力重重 是为什么 而且还不能达到成功的彼岸 自己熟悉的方面吧 你去做 但是 后续资金不够 只能放弃 也不熟悉的吧 去尝试以后 觉得没能够能力做下去 沈山用这种特殊的方式 还原了周先生 这么多年所经历的挫败 接着 他又让周先生 扛起了几个背包 继续往前走 尖条背卡的包都可以 你不但没有自己的收入 而且的话呢 还把自己给压得也喘不过气 现在 我看看你这种 所谓的重负前行之下 没有方向 也没有判断 你还能够走多远 背着沉重的包袱 周先生步履为奸 接着 沈山把座位上的刘女士 也一起请到了场上 没想到 刘女士一上场 就主动帮周先生 卸下了包袱 主动把她的包袱 给她拿过来是吗 好 卸掉了她所有 身上的重弹以后 刘女士 你接下来还会怎么做 一层一层的眼罩 把她给撕掉 扛下包袱 卸下眼罩 刘女士对周先生 很是心疼 此时 另一位观照员 马丽萍 为女方当事人 送上了一样 特别的道具 一颗受伤的心 现在你能不能拿出来 你的那颗心 给南方 千疮百孔 你知道这上面是什么吗 你知道这上面 书写的意义是什么 真心换真心 这些负担 本来都应该我来扛的 现在都转移到你身上了 老婆 这是我欠你的 我用下半身来还你吧 南方 牵着女方的手 大胆地去绕过这些障碍 你愿意追着她走吗 不要走 这是你的答案是吗 刘女士主动为周先生 扛下了所有 在最后的抉择关头 她却又不愿再跟周先生 继续前行 她的心思 此刻非常矛盾 周先生会有何感想 愿她每天过得开心 你再看一看 这个千疮百孔的心 那你有句话送给自己 改变现场重新开始吧 周先生遗憾地表达了 自己的祝愿 他们夫妻的情分 真的走到头了吗 调解员胡建云 会怎样看待 你知道一个人 在她实力不济 又要维持自己的形象的时候 她能做哪些事情吗 她未必以这个来加害于你 其实我认为 从她的性格 从她的特点出发 她都是在干嘛 自保 而这个自保有一个前提 她并没有在情感上 把你当外人 她是在什么地方 把你当外人呢 经济上 她某些方面是给了你一个 安全的支持 第一 庸俗地找出来 你是二婚 她是一婚蛋 你们家 从见面 到什么 看门里 看家里 再到这个家里 说明他们家的同事 也说明她在哪里 第二个 她到现在为止 她也是在穷于应付 她自己的这些事情 虽然她是在隐瞒 但是你要看到 她的所有的隐瞒 伴随着她的捉襟见肘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批评她 你也可以伤心 不可以小声说话 因为小声说话 就说明太伤心了 同片的分析就是提醒你 没必要心碎 这个男人有他的特色 现在如果说通过这些事情 周先生能够脚踏实地 从小事做起 甘于当一个小角色 而又能得到你的认可的话 这本来也是一种什么 特别是一个踏踏实实的女人 并不是要 去照亮她的头上的桂冠 更希望你在心里面 去挪和她 我建议啊 如果还有感情 这些事情就不是个事情 那么怎么办呢 既然今天摆到台面上 我认为八个字 和则记录 一个人得人好处 受人呵护 应该郑重其事的 要有表示 那分呢 那分则偿还 如果不能在一起 你就是卖房子 都得把人家钱还掉 这做人最基本 最起码的原则 那记录之后干嘛呢 互相鼓励 脚踏实地 从头再来 不过如此 用良好的心态 冷静客观处理情感知识 不必太过悲伤 接下来密室环节展开 刘女士心里最纠结的 还是周先生欠她的两百万 我觉得应该要做到 你所说的是 他答应你的还款 这两百万吗 我个人建议啊 就咱们今天试打试来 你先把利息先放一边 夫妻之间也不要 就是先算什么高额利息了 咱们先把本金算出来 合理算清经济账 才能妥善解决问题 而且在这件事情上 吴云认为 刘女士自己多多少少 得负一部分责任 但是是你自己心甘情愿 每一次你给的 你为你自己的这种 不去做分析判断 不去理性地去考量 你全部现在来 痛哭流涕地责怪她 也不公平 我也有说过 跟她讲过 这个我觉得不好 你只要以后不借 不就行了吗 被逼无奈 她逼着你拿钱出来 没有啊 确实要给自己 立一个这个界限 就是我什么可以帮 什么不可以帮 所谓救急不救穷 刘女士认识到了 自己不应该 无原则地 有求必应 此时 丈夫周先生 正在密室的另一边 和李小云 谈起了她的生意金 自己开这个公司 开了两年 一起做茶叶做了两年 自己开火锅店一年 接下来就是KTV 进入第三年 差不多这前前后后折腾 也有十年了 你后面一直都是在 没有钱的基础上 做这种重资本的运作 这本身就是一种冒险 周先生不明白 刘女士需要的是 安稳的生活 不是她一次次去冒险 寻求大富大贵 经过李小云耐心疏导 周先生看到了自己的问题 此时 吴运带着刘女士的诉求 来到了周先生身边 那这七八十万 你打算怎么还呢 现在我是一笼筒 把这个十几年的 所有的开销我是抱下来了 我作为一个家庭 应该承担的 我来承担 她其实不会太为难你的 但是我觉得 她是需要你一个态度 不管赚多少钱 我都上交给你 你去安排支配 另外就是 等我妈妈百年之后 我一定把你的名字 加上方产证 不也是个态度吗 行不行 那行 好 回到密室的另一边 刘女士愿意 继续相信周先生吗 她都成了 另外她不再做盲目投资 也不会去乱用你的钱 她意识到自己错了 她其实还是很认可你的 好 我觉得可以 为什么 你让她现在说 承诺你一年还 这是不现实的 你就等于逼着 她又再去做投资 然后想一夜报复 她做不到 她每年 每个月 她都把钱给 上交给你 周先生挽回 妻子的决心很大 重新回到调解现场 刘女士会告诉 周先生 怎样的答案 我们的调解继续进行 那从密室回来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两位的想法 可以跟你表态 今后我能把自己 每一份的输入 都交到这个家庭 债务一方面呢 我可以列一个计划表出来 怎么样 来把这个债务 来还清楚 希望你呢 能够原谅我这个错误 我们来共同营造这个家庭 好不好 我觉得也蛮累的 比如说坚持十多年 我也不想这样子 就还是忘记吧 周先生能接受吗 我当然不想疯啊 这十多年走下来 大家都不容易 我现在的现状 你也看到了 不是说我一直在这样 我没有去改变 以后呢 我也不会再用你的钱 心理学里面 有一个很有名的效应 凡是对自己特别好的人 我们往往会忽略 凡是对我们不那么好的人 我们经常去讨好 所以往往是 对我们好的人 最终要放弃的时候 才能看见 其实干法 你知道他这么多年以来 已经对你是 尽了最大力量的话 他今天说什么 我觉得只要他痛快就好 然后你做你 该做的就是 所以从他出发就好了 谢谢老师们 都辛苦了 刘女士最终 还是对周先生 说出了放弃二字 虽然声音微弱 但这也许是 他鼓足了全身的勇气 才做出的决定 最后 周先生答应 每月工资 除个人必要开之外 其余都用作 偿还刘女士的欠款 直到账母还亲 长久的婚姻 需要共同经营 夫妻之间不平等的付出 可能像一个定时炸弹 随时会引爆 在一味享受 对方付出的同时 也请用你的真心和能力 给他一些回报 我们常常会听到 身边有朋友 向我们传授 如何去维护 婚姻关系的秘诀呀 办法呀等等 有多少人能够懂得 婚姻关系的 真正核心所在呢 婚姻当中的自我成长 是对现实生活的 满足与充实 是自我感觉的提升 更是我们和情感伴侣的 这个关系的加深 心理学研究表明 如果在一段婚姻关系当中 能够通过自己的伴侣 感受到自我的成长和提升 那么这种幸福感会更强 而且呢 和伴侣的关系呢 也会更加紧密 婚姻呢 也会更持久 欢迎扫描屏幕上方的 二维码 关注金牌调解 微信公众号 输入持续性 这三个字 我们一起来参加一个 免费的测评